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基本工资的问题了 劳动部在今天有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那么经过好几小时讨论 确定要大涨5.2% 而这个数字也是写下近年来的新高 等于说明年起月薪调整为25250元 而这个数字呢 时薪则是168块 初步统计这基本工资调涨 将会有将近194万名的劳工受惠加薪 而其中本国级的劳工就大约有146万人 外籍移工47万人 时薪调涨8块也会有51万人受惠 而对于这样的涨幅 全国产业总工会前理事长庄绝安 就说还OK啦 勉强可以接受啦 而这一次的调整 没有达到劳团期期待的10% 那也未达把GDP跟CPI合计的7.88% 而最后是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说 认为CPI跟GDP试算 建议调整的幅度是5.2% 那么劳资双方经过好几小时的讨论 目前都接受这样子的决定 我们继续来看 自111年1月1日起 我们基本工资月薪调整至25250元 时薪调至168元 那调幅大概就是5.21% 那我们将把这个结论 承报给行政院核定后 来公告实施 那自蔡总统上任以来 每年检讨基本工资 并且逐年调涨 基本工资的月薪 连同本次会议结论 共有六次的调整 那么由上任前的208元 提升到25250元 调幅约达26.2% 时薪调整了7次 有原来的120元 我们将提升到168元 调幅共达40% 政府做到落实照顾基层 劳工的一个承诺 这三个方法 提升到168元 以前没有继续 被举了 木旅門 特别硬 这三个方法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